据香港媒体报道 37岁舒奇与冯德伦几个月前秘密在美国注册结婚 原本该消息无人知晓 舒奇圈内好友都不知情 但据称是由于冯德伦心情好 被内地剧组人员追问时露了口风 与黎明分手后 舒奇近年来传出过与王力宏冯德伦等人的绯闻 但都没有得到确认 虽然如此 媒体却经常拍到舒奇出现在冯德伦身边 除了甜蜜出游被拍 还拍到他在冯德伦家过夜 而舒奇近期也不时在微博大赛幸福 去年12月22号 舒奇还在微博发表末日后感言 从前我不懂你 你不理解我 我们不懂珍惜一再错过 天亮以后如果还有心意 还有机会重来 亲爱的 我们一定不再有遗憾 虽然舒奇通过经纪人否认已婚 但媒体却对此表示怀疑 因为舒奇旧爱黎明当年结婚时 也曾咬牙不承认 新浪娱乐为您报道 在此期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Vice- minister建计 和凡同一Alright 到ion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